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部影片 阿斌就带大家走进史蒂芬森的故事 了解这位爱弹琵琶的篮球怪咖 作为这个时代最顶尖的球员 勒布朗·詹姆斯的身边总是不缺想要挑战他的人 这在和他同赛区的球员身上更是多见 在詹姆斯长达八年统治东部的时间里 想把他先下王座的球员前扑后继 有些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而兰斯·史蒂芬森则是这些挑战者中最有趣的一个 第一至一二赛季 在热火和六马的系列赛里 詹姆斯糟糕地罚球让热火丢掉了第二场 而他在第三场一次执行技术罚球失手后 六马板凳席上的史蒂芬森 做出了超克尔嘲讽动作 超克尔是双关语 既有窒息的意思 又有关键时刻掉链子的意思 一名饮水机球员这样做的确是非常罕见 但这也就是史蒂芬森的形式风格 他和詹姆斯恩怨也就从此开始 下个赛季 两队再次赛季后赛相遇 冬绝第四场 乔治在詹姆斯的冲击下深陷犯规麻烦 史蒂芬森主动请因防守詹姆斯 令人惊讶的是 他对詹姆斯的限制相当成功 迫使后者在最后时刻泛满离场 而史蒂芬森自己则拿下了20分 帮助六马成功颁平总比分 詹姆斯采访时选择无视这位六马汉将 而最终热火也笑到了最后 不是冤家不拒头 13-14赛季 热火和六马又在冬绝狭路相逢 值得一提的是 两队在常规赛最后一次碰面时 火药味就已经很浓了 史蒂芬森打成了2加1 嘲讽维德被吹踢 后者一笑情成 冬绝前两场 史蒂芬森发挥出色 但第二场 造詹姆斯犯规时的假摔引发热议 第三场赛后 史蒂芬森又表示 詹姆斯在场上对他说垃圾话 是弱者的表现 并对逆转充满信心 然而詹姆斯在第四场 再次统治比赛 六马命悬一线 对此 史蒂芬森也似乎意识到 激怒詹姆斯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于是另辟蹊径 他先是明目张胆地 偷听司率安排战术 随后则是最经典的一幕 对着詹姆斯吹起了耳旁风 然而 这看似搞笑的防守偏方 却有奇效 詹姆斯在第五场比赛发挥糟糕 石头两中仅得7分 六马扳回一城 而在第六场比赛中 两人还是冲突不断 史蒂芬森先是让詹姆斯遭受胯下之辱 随后又莫名其妙地拍了詹姆斯的下巴 然而这些搞心态的做法 并没有阻挡詹姆斯和热火晋级的脚步 一番沧海桑田之后 17-18赛季 两人的故事又续上了 史蒂芬森重新找回了 之前和詹姆斯对抗的感觉 在常规赛第一次绞手时 一招猴子偷逃寂静四座 而在季后赛 史蒂芬森又多次野蛮防守詹姆斯 使其叫苦不迭 只是最终赢的还是詹姆斯 打不过就加入 当詹姆斯空降洛杉矶之后 胡人招募了一众球场奇葩 其中就包括史蒂芬森 套用格林攻势 现在的史蒂芬森可以对詹姆斯说 在你穿胡人6号之前 我就已经穿过了 花了这么多篇幅 讲述史蒂芬森和詹姆斯的恩怨情仇 旨在让大家感受 本篇主人公性格鲜明的一面 而如果你只把他当作赛场的 火宝和奥尼尔五大炯的常客 那就大错特错了 能做詹姆斯一生之敌的男人 必须得有两把刷子 早在2005年 当时15岁的史蒂芬森 就已被人们视为 潜力无限的篮球星星 Bron Ready的外号很是霸气 在林肯高中的史蒂芬森 是绝对的明星球员 他打破了纽约高中盛的得分记录 并斩获了多个冠军 个人荣誉拿到手软 2008年 史蒂芬森曾一度被评为 全美第一高中生 那时他就拥有了自己的网站 并在2009年和同届状元约翰·乌尔 一起登上了灌篮杂志的封面 在史蒂芬森高中毕业的2009年 他被评为五星高中生 并得到了众多NCAA豪门的注意 然而他选择大学的过程 更像是一出肥皂剧 在2009年初 史蒂芬森的新一学校是堪萨斯 圣约翰和马里兰 但他的父亲 让他在马里兰和亚里桑那之间 进行选择 最终他出人意料地 加入了辛辛纳提大学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在大学里 史蒂芬森是一名合格的得分手 大心脏球员 并得到了大东部最佳新秀的荣誉 但作为球场双刃剑的他 也逐渐得到了年球 与教练不合 心智不成熟的负面评价 与此同时 史蒂芬森的场外问题 更加让人担忧 他曾因行为不端被捕 并当庭认罪 大一赛季结束后 史蒂芬森曾表示自己要再战一年 但随后因需要在情感和经济上 支持家庭而宣布参选 而他的选秀行情 则因为不良表现急剧下跌 等到第二轮 总第40顺位才被六马选中 而就在他的NBA生涯即将开始之际 他又因为暴力攻击女友再次被捕 不过最终得以脱罪 史蒂芬森的菜鸟赛季 没有得到太多上场机会 在季后赛中更是坐穿板凳 二年级时 史蒂芬森依然徘徊在六马的轮换末端 出战42次 场均只有10.5分钟上场时间 而第三个赛季对史蒂芬森意义重大 球队老大丹尼·格兰杰因伤无法出战 保罗·乔治迅速上位 而史蒂芬森也得到了首发待遇 从此他的表现全面提升 更是不乏高光时刻 比如 在季后赛次轮第六场比赛拿下25分 帮助球队跨过安东尼领衔的尼克 挺进东部决赛 而13-14赛季的史蒂芬森迎来了更大的爆发 他是当赛季的三双王 五四 没错 那时候三双还没有通货膨胀 场均13.8分 7.2篮板 4.6助攻 全能且高效 帮助球队在常规赛 拿到了东部第一的战绩 每当取得精彩进球 他总是会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这是他最标志性的庆祝动作 赛季结束 打出身价的史蒂芬森转头黄蜂 但这再一次证明了乔丹在看人方面一言难尽的霉运 本以为可以大展宏图的史蒂芬森 开始饱受伤病困扰 表现一落千丈 随后便开启了他在联盟里的流浪生涯 三个赛季内 他竟然先后为黄蜂 快艇 灰熊 蹄虎和灰狼效力 并逐渐被边缘化 兜兜转转回到他的老东家六马 两个赛季之后又成为胡人的一员 并且对詹姆斯情深异常地说上一句 满声风雨 我从映城来 原来你也在这里 乐布朗 你安心做我的皮棚吧 史蒂芬森用自己的精彩金球表示 他依旧能让詹黄为他癫狂 胡人主场对阵无师 手接最后一攻 篮球来到史蒂芬森手中 只见他闲听信步找寻进攻时机 面对杰夫格林的防守 伺机而动 一个体前变相 跨下交叉步 见背后运球 成功晃倒后者 并投篮命中 这番操作直接引爆全场 胡人替补席简直像疯了一样 乐布朗 这不比你图示冷剑的观赏性更强 可惜 2018-19赛季的胡人并不成功 球队没有打进季后赛 史蒂芬森总体表现平平 对NBA心灰意冷的他 之后决定去CBA淘金 和詹姆斯的恩怨似乎也到了尽头 然而 凡事过往结为序章 这不他又杀回来了 2022年1月2日 老东家六马队与史蒂芬森签下了一份十天短合同 如果他最终能成功留队 那么当月就有一次和詹姆斯交手的机会 或许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詹先生 你准备好了吗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